大家好我是Amy 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 在我做財務顧問的過程中 常常會遇到有些人遇到財務上的困難 這時候突然缺錢應該怎麼辦 這是一個關於投資以財與自我成長的頻道 如果你希望每週只花10分鐘 就能提升競爭力的話 歡迎訂閱喔 那我就開始了 人生總是會有遭遇變故的時候 那萬一我們突然急需用錢 可是又沒有錢的時候 這時候突然缺錢應該怎麼辦 所以呢想要分享這個資訊給大家 幫助大家未來在做自己的理財決策的時候 可以提前評估好風險 找到最適合自己的方式 第一種親友借貸呢 可能是大家可能最習慣使用的方式 它的優點呢就是 它沒有利息 然後可能可以馬上借到 然後但是它的缺點呢 可能是有人情壓力 或者是你可能會被拒絕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 並不是很想要讓自己身邊的親朋好友 知道自己的財務狀況 那可能會礙於面子問題 也沒辦法開得了這個口 那第二個最常見的借的方式 就是所謂的銀行信用貸款 那它的優點呢 就是它比較不會有人情壓力 那再來呢就是 你的額度可高可低 所以隨著你的信用評比呢 甚至你可以借到 100萬 200萬都是有可能的 那它的缺點呢 就是它的利息較高 然後可能會有違約金 如果假設你突然想要提前還款的話 再來就是它要根據你的信用評比來 決定能借你多少錢 最後一個就是 萬一你借的錢沒有還 那可能會大大的影響你的信用聯真分數 而在未來如果你想要買房買車 想要做貸款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困難 所以就特別注意謹慎理財信用至上 萬一你使用信用貸款的話 一定一定要記得準時交款 那講完一般信用貸款的優缺點之後 剛才提到 跟銀行借信用貸款通常可以借到幾十萬或一兩百萬 有些人可能會想說 可是我其實不用借到幾十萬或百萬 只是剛好這個月突然有急用 大概需要幾萬塊周轉一下 這時候除了跟親朋還有開口以外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短期的做資金周轉呢 我們來聊一下 凱晶銀行它推出的數環紀念 它其實密布了以上幾個信用貸款長期的缺點 包含它的利息其實相對之下 它負擔較低 因為它以日記息 如果你沒有使用的話 它就不用付利息 再來呢就是它的手續相對簡單 你只要在網路上三個步驟就可以完成申辦 接著呢就是它隨時可借還 簡單說就是沒有違約金的問題 你可以隨借隨還 然後一樣是跟銀行借幾萬塊周轉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那我先刷卡或是用信用卡預借現金就好了 我們拿凱晶銀行的速還金 來跟信用卡循環做比較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表 左邊是信用卡循環 右邊是循環 我們信以貸速還金 假設我們的信用額度都借了 一樣是10萬元 然後利息呢 我們以14.99%來計算的話 這會隨著你的信用狀況來決定你的利率 所以假設你的信用狀況越好 你借貸到的利率就會越低 那其實一樣是借10萬元 在信用卡循環 你第一個月你要繳款的金額就是1萬元 但是在速還金呢 大概是2432元 然後大概大幅降低的大概76% 4月繳款的話 信用卡循環你需要繳的是5609元 那在速還金你只要繳的是2,210元 而且它照日記息 所以如果你提前還金的話 就不用再額外付多的利息 包含第一種親友借貸 第二種信用貸款 都是我認為在如果你突然缺錢的情況下 比較安全的借貸方式 但是不管是你使用哪一種方法 你都要注意謹慎理財的信用之上 畢竟即使是使用親友借貸 對朋友之間或對親友之間的信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對銀行之間的信用就更不用說了 它會影響你未來各種方面資金動用的評比 所以呢建議大家其實在平常理財的時候 就要準備好幾集備用金 避免讓自己陷入沒有錢的窘境 最後呢我來分享一個真實的故事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他在 剛出社會的時候大概月薪兩三萬元 然後可是因為他非常的喜歡網購 然後很快的就累積了二三十萬的信用卡循環的債務 那時候他開始發現他自己每個月入不敷出 然後他就跑來找我諮詢 然後跟我請教說他應該要怎麼做 才能夠處理他的債務 那其實我們通常如果遇到這種情況下 如果你同時有非常多比的債務的情況下 我們最常做的事情是 嘗試著先去清點你所有的債務類型 比如說會清點他可能有雪貸可能有車貸 可能會有信用卡的循環債務 那我們會清點每一張信用卡的利率的高低 還有欠款金額的高低 通常原則上我們會把利息越高的先優先去還 然後再還到低利息的 但是假設有幾筆的是利息比較低的話 然後但是他的金額比較少 那我就會建議可以先把這些金額少先儘快還清 盡量讓自己的債務整合成單一的債務 會比較單純也不會這麼有壓力 也不會因為你自己的忽略而忽略到 可能有某幾個帳單還沒有繳 所以呢我幫助我那位朋友呢 大量的減輕他的債務的比數了之後 剩下的幾個信用循環的債務 我們就利用整合的方式呢 把這些債務合併 或者是用比較低利息的信用貸款呢 把它借了一筆錢出來 一次把那些信用卡的循環貸款還清 然後最後只剩下單筆的信用貸款 讓我們可以慢慢的去還 這樣子呢在理財上面也會變得 整體變得更加的簡單 所以呢其實我並不覺得 所有的信用貸款都是不好的東西 重點就是在於你在平常的時候 怎麼去管理你的資金 並且讓自己陷入一個負債循環 如果使用的好的話 其實信用貸款反而會是你可以快速解決 資金問題還要解決負債循環的一個好工具 如果有任何問題也歡迎留言跟我說 也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那麼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